我看到剛剛 冠儀跟大維去這種 好漂亮的地方 又吃東西 喝東西 這麼好看的事情都不找我 他叫我來介紹一下 電動車的發展歷史 不過發展歷史也很有趣 其實我覺得在這幾年來看 Lazers讓我是非常驚訝的一家車廠 因為以時間點來看的話 他不過就是一個30年的車廠 比起歐洲很多百年車廠 或美國的百年車廠來說 他是屬於非常年輕的一個車廠 但是你要想到 他開始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動作力是非常快 他很多東西都創新 我就說以2005年這個時間軸來說的話 1月他就推出RS400H 也就是世界第一台豪華SUV的混動車 你知道這台車那時候推出來的時候 他用的是3.3的V6引擎對不對 搭配了這一個電動馬達 前後都有 但是你知道他真正帶給消費者是一個 比較特殊的經驗是什麼 我覺得第一次是上了那台車的時候 我發現轉速表不見了 變成功率的這種顯示 這就是我們第一次要熟悉的所謂 進入電氣化的車子 然後第二就是說 他油耗非常的驚人 你知道在2005年的時候 他就算是LASUS同集團的RS350 他這個400H的油耗比這350還要好 36%那是非常驚人 一公升可以跑到12點多公里 那時候比一般的中型房車更省油 所以那時候就可以說引起很多人說 對這台車覺得非常的有特殊的地方 就是說為什麼他可以做到這樣 其實那時候他用的其實是比較 對我現在來看是比較 早期的一個做法就是什麼 他用的是288V的這個 涅氫電池 然後做了深壓之後 推給前面跟後面的馬達 前面的馬達大概可以有123k瓦 後面有50k瓦 所以造就了他一個前後起步靈敏 然後又省油的一個動力 那我們如果再看 他在引擎蓋打開之後 又是另外一個驚豔的地方 因為他用了這個油電系統之後 他的發電信 轉向棒譜 水棒譜 空氣壓縮機 全部都不用皮帶 這在當時汽車來說 這個皮帶非常重要 動不動斷掉整台車就是不能動 但是在400H的時候 一推出就出現了這樣子 新的革新的一個動 引擎的配置 也造就了現在很多的這種 自動化駕駛的先驅 都是來自於像這樣的基礎 那我們把時間軸再往後拉 拉到2009年就是BMW 歐洲這個車廠呢 也就推出了這個7系列跟X6的這個混動車 這兩台車比較不一樣是7系列 大概就跟這個Lazos的一般的混動車會比較接近 但是X6他是把兩顆馬達裝在變速箱裡面 他這是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我們再看 到賓士好了 這個S400Hybrid 當時2009年的話 他是比較早期用所謂的鋰電池 也就是他續航能力就增加了很多 那我們再隔了一年 保時捷 歐洲跑車車廠 也開始用了這個Hybrid 那時候凱燕推出來這個呢 是強調在於性能 而且在2010年的同年 Panamera也推出了 插電式的這個油電車 所以保時捷也算是說 看到前面的這些豪華車走了之後 馬上跟上以性能為主 那我們拉到現在比較近的 2019年WOW 在前年推出的這個XC90的B5系列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比較熟悉的這個MyHybrid 他是輕油電的系統 那輕油電的系統可以造就什麼 他有比較靈敏的加速性 但是他更加的省油 但是他的效果可能沒有我們這種傳統的Hybrid 來的那麼強大 但是在轉型的過程中 他可以把內燃機的生命再延長一段時間 不要那麼快的去淘汰 所以大概我們來看的話 這個豪華車的這些Hybrid的進程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講到Hybrid的話 那個始祖應該可以說是Lexus的RX400H 所以他深耕在Hybrid的部分 就是油電複合動力系統已經非常久 所以我們才說 就是市場上面Hybrid的體系 大概只有兩種 一種是豐田的 一個是非豐田的 但是講到Hybrid 我覺得應該問問真正的車主 他是Lexus Hybrid的車主 窒息最清楚了 Lexus Hybrid其實不只是一種 他還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展現 對不對 有非常多的種類 那其實Lexus的油電 基本上都是以混聯的形式達到 例如你看像Volvo 他就是已經並臉式 他的電動馬只會驅動後輪 那Lexus是可以單獨運作 也可以配合汽油引擎的動力 來輸出驅動輪 這個是比較特別一點的地方 那在RX400H那個時期 他們後來很快就推出了GS450H 那其實是第一台 算是在這種後驅 前中置引擎重置引擎驅動的轎跑車上面 那其實GS跟IS都是比較偏有一點點 性能屬性的車款 所以當年就推出了 有超過300P的動力 而且零百加速只要6秒 他的他們號稱這個性能是跟V8一樣 但是油耗其實只有2.04缸的引擎 的一個節能的表現是非常的棒 但其實我對我自己真正比較有印象的 是他的第二代的車型 下一代的GS2012年推出的 他們叫做Fursling Performance Hybrid 就是馬力又在做加大 三百多P然後0到160秒內 然後配合不同的駕駛模式 有比如Sport、Sport Plus 配合你的轉向啦 電子懸吊的輔助 都可以達到一台真正的性能車 那再來我們看到是V8的動力 V8也是非常非常少見的LS600H 其實在當年呢 他比較偏向一個 Lexus的Hybrid擴充計畫 那對於 雖然大家現在滿街上看到的 比如說IS、ES 但是LS其實對這個品牌 歷史地位來說最重要的一台車 那在他們上面呢 放了一個V8 而且代號拉到600H 代表他是第一個大排量 5.0升V8超過400匹的動力 那這一代的油電系統比較特別是 他是一個高電容輸出的 更大的馬達的動力啊 更高容量的煤芯電池 所以搭配他多段式的控制系統 其實是一個兼具節能 但是放到這麼大排氣量的大房車上面 一個不論是動力或是舒適度 都非常好的系統 那再來大家可能比較陌生的是 HS250H 這個是台灣沒有導入的車型 我簡單的跟大家介紹 他是一個四缸的動力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 在當時就已經做到油耗超過一公升跑 20公里 那阿金森循環小排氣量的引擎 比較大的重點是他為後來 不論是CT200H 或是我們現場看到的UX 都奠定了這種 比較小動力的節能型車款的基礎 那再來呢要講到一個我最喜歡的 就是LC500H的Multi-Stage HEV 那比較特別的是呢 以他這個結構來說 汽油引擎後面是MG1的馬達 然後行星齒輪組MG2 直接傳輸到驅動輪 那Multi-Stage呢就是在他的這個中間 加了一個四速自排 所以當初推出的時候有很多人不懂 覺得很好笑 怎麼一台這麼大的跑車用四速自排 其實他是一個類似於扭力轉換放大的 的一個科技在 所以可以創造出不同的駕駛的模式 因為工程師非常強調 他希望LC500H跟LC500 不會有太大的駕駛樂趣上的差異 即便他是一台油電車 他還是要非常的有樂趣跟操控性 所以國外呢 他們原廠其實有實測 在賽道的表現上 LC500H其實是小了LC500 120匹的馬力 但是可以緊緊的兩台車咬住 這是這套系統最有 可以說科技含量還有動力上面 最特別的一個地方 那其實呢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現場 我們有來的UX250H 比較特別的是他是一個第四代 也算是目前最新的Hybrid技術 那簡單來講就是他有最高 41%的熱銷率的量產引擎 是目前全球最高的 然後輕量化的PCU控制模組 提升效能的捏青電池等等 所以呢他的油耗表現非常非常好 可以看到數據 1公升可以跑21.7 哇好驚人喔 已經是其他的不論歐系的中型車 小型車 CUV的小排氣量過的引擎 絕對不可能達到的一個數字 那回過頭來看我們剛剛講 LEX在混合動力技術上面 很輝煌的歷史 這些奠定他動能科技的地位 其實有今天的銷量真的是完全不意外 那芝希其實你非常注重操控的樂趣嗎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喔 就是你現在開的是IS的Hybrid 它有讓你失去你這個操控的那種熱血的感覺嗎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操控就是一台車底盤做得再好 對你放了一個Hybrid系統 它就是沒力啦 它就是很經濟取向 但是其實你看後驅的車型 GS IS LC LS 其實真的都是比較偏 他們叫做Sport Hybrid 一個品牌裡面非常多不同的種類 我們剛剛講的 有節能的有性能取向的 不只是油點這兩個字 聽起來這麼的綠能這麼的純淨而已 其實它還是可以帶給你非常多熱